各位亲爱的家人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一起来拜读 南海古佛观世音菩萨 百一大事 来慈悲的宝贵的圣训 我们非常的荣幸 在不同的时间里 在每周每周当中 有不同的仙佛来慈悲我们 尤其南海古佛 对我们是非常的疼爱 不只是我们 这个打开心灵的所持 这个课程 南海古佛慈悲 常常来慈悲 其实包括我们的干部班 这几十年来 南海古佛非常疼爱 我们的这些弟子们 在不同的 包括老师的班也好 包括这个 就是到场的各种各种的干部班都好 那南海古佛慈悲 而且有时候一个 尤其是大型的班的当中 有时候是一字排开 哇这个慈悲 很多很多的这个 同修家人这样子 哇这样子 一次排开了 这个一排排不完 第二排在第三排在第四排 是这个样子 有时候曾经一次 哇慈悲就几百个人 非常非常的感谢南海古佛慈悲 那我们看在我们的这个打开信念所是 古佛已经来慈悲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感恩 那也非常的高兴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带着感恩 然后又喜悦的心情 要一起来拜读 我们非常慈悲 非常慈爱的 南海古佛 观心菩萨的慈悲的圣讯 我们呢 请呢 从这个降谈师开始来 长风扬白浪 世事两茫茫 福官整衣袖 从归江浮床 丈夫怀大志 何现情恨伤 轻易为事如 求人的险气刚 古佛慈悲 四个人们的降谈师 长风扬白浪 哇这个呢 风一吹起呢 然后这个呢 湖中呢 这个水中呢 江中呢 有这个白浪 河中有这个白浪 那呢 显现出什么呢 世事两茫茫 显现出呢 人世间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是怎么样呢 两茫茫众生呢 都是在 我们都是在生死的这个过程当中 生与死的这个中间当中呢 哇 很匆忙的在过日子 说呢 福官整衣袖 哇把这个帽子呢 把它服好 然后衣服整理一下呢 重归妆 江湖闯 重新呢 再来呢 闯荡江湖 说丈夫呢 怀大志 何现情恨伤 古佛慈悲 说大丈夫 如果怀着大志向 那何必 何必呢 陷入这个呢 情啊 恨啊 伤感啊 这些的这个 这样子的陷阱呢 轻易为释入 说轻易如果把这个道义看清的话 这样对一个呢 适者 对一个呢 有学士 有志向 有道德观念的人呢 是一种的侮辱 是一种的侮辱哦 相反的呢 求人显气刚 假使呢 求人的话 假使是重归求人的话呢 哇 那是反而显现出呢 气刚强 因为呢 无欲则刚 求人呢 欲望减少 所以呢 无欲则刚 所以在求人的过程当中呢 显现出呢 这个正气呢 刚强 古佛慈悲 用他的白衣大志 他的这个名会呢 降了这个 贯了降堂师来试给我们 再来呢 古佛就慈悲了 五本 摆一大事 奉母侄 奉了老母的命令 至谈事 到了佛堂来 参老母 向老母来参加 再批示 然后呢 他再呢 继续慈悲 哈哈 再来我们继续拜读 古佛的圣训 人各有命且相关 历劫善恶造疏源 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命运 我们呢 说就把它看清楚 把它看清楚哦 每一个人的命运不一样 有的人呢 生来呢 哇 就咬着金汤池来的 所以很好命 很好命 那有的人呢 哇 生长在辛苦的家庭 哇 这个很辛苦 可是也有人呢 这个呢 生来的时候很好命 可是呢 中间呢 家道中落改变了 哦 那有的人呢 非 就是很辛苦 冲上来了 不一定 每一个人的状况 不一定 说每一个人的命运 通通不一样 说我们把它看清楚以后呢 要了解哦 历劫善恶造疏源 说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命呢 这个都是因为每个辈子 每个辈子呢 所经历过的善与恶 所以呢 这个辈子呢 会有不一样的缘分 那问题呢 一个人可能没有全好 一个人也可能没有全坏 可能有行好的人 他也曾经做过不对的 想过不对的 那也有呢 他曾经做过不对的事情的人 他也曾经呢 哦 忏悔了 忏悔了 改过了 哦 所以呢 这个过程当中 到了这一辈子来呢 这个因果就会比较 错综复杂 所以同样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 有时候遇到的 曾经有一段呢 遇到的这个很好的状况 是很好的 可是这个很好的过程当中 也有遇到了一些呢 比较复杂的问题 这个通通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通通是因为呢 错综复杂的因缘的关系 哦 所以说 经历过呢 善与恶 所以导致呢 导致呢 今天会有 因为不同的缘分 所以呢 就会造成有 不同的这个命运 哦 再来 非智种善 难得善 非智了苦 苦难远 说 假使不是自己种下来的善 没有办法持善 这个善 没有办法是 这个善不是我们自己造的 那我的这个好 哎 可能难保 没有办法保得住哦 曾经呢 老师牛也说过 他哎 小的时候 有看过呢 哇 哇这个村庄的 哎 有钱的地主 哦 然后呢 他要嫁千金 就是嫁女儿的时候 哇 大家都来看了 为什么呢 哎 就是说呢 从这个呢 担子所挑的 他这个稻穀 这个 这个 稻税 稻税呢 是绑几个 绑几串 绑几串呢 就可以知道说 哎 他的嫁庄 的土地呢 有多少母 多少钱 多少公顷 这样子哦 哇 他看了呢 哇 好多好多好多了 哇 这个实在是 很好命 很好命 这样子 哇 这个 嫁过去呢 就可以当就少奶奶 就可以了 这样子 啊 真的也是这个样子哦 可是呢 有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以后呢 哇 这个呢 哎 我 台湾就呢 推行了我们这个 陈城 这个副重重 他就推行了 推行了什么呢 三七五减株 哦 这个 因为有电容嘛 有电容 所以本来都是 这个房 土地这么多 哪有可能自己种 不可能啊 所以呢 就是好 某一块 好 租给谁 某一块 租给谁 那做了这个农夫 叫做电容 就是电容 哦 他是租这个房 租这个土地来 来耕种的 然后 哎 付多少费用 这个有一个 供订的这个 价格这样子 可是呢 推动了这个呢 三七五减株哇这个呢 福利就少了哦 这个千金小姐 这个少奶奶呢 哇 他们家的土地 福利就少了 在一段时间以后呢 庚者有其田 哇 人家那一块土地 是那个电容种的 哎 属于他的 那一块土地 也属于电容种的 哎 能属于他的 哇 自己平常没有在种啊 所以呢 就不一样了 环境就不一样了 所以要怎么说呢 哦 所以说 每一个人的这个 福报 能够拥有多少 哦 这个有时候 也不是自己有办法呢 哦 去掌握 哎 可是呢 照古佛慈悲讲的说 那 把他推到 到源头里面去 就是说 因为拥有的福报的时段 是这个样子 啊 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哦 所以古佛慈悲之念 我们说 非智众善难得善 这个善 假使不是我们自己种下来的 哎 即使呢 我有好的福报给我 可能呢 时间呢 能够保持多久 不知道哦 自非良苦 苦难远 你说呢 假使不是我自己认真来修改 来修改 来行善 来陪德 把这个苦来了消的话 这个苦呢 也离 会离我们的离不远啊 为什么那个苦还是会再来的哦 所以虽然说环境是苦的 可是因为呢 有行善 有忏悔 有改过 有精进 有努力 这样子 就是说 有行的努力 有认真的工作 认真的做事情 这个有行的 有在努力 那五行的 心性的修改 还有呢 行善 双管齐下 那等于是三管齐下 多管齐下 同步来前进了 哇 那这样子我的苦 会 很多的苦会慢慢慢慢 越减越少 很重的苦 会减减减比较轻一点 本来要这么长的时间 所受的苦会缩短 受苦的时间会缩短哦 这样子哦 所以这个才是根本办法 才是能够所谓的 重业轻爆 很重的业 为什么我会有苦 同样是人 同样一天24小时 为什么人家这样就可以过 我为什么会那么苦 这个就是我的业 就是我的业 所以我有脱过 有行无行的这个努力 那我就有机会 有机会呢 重业轻爆 这个样子 如果呢 我不是用这个方法 我是用逃避的 逃避 这种辛苦 这种苦 就是我不要啦 我不要 我逃避这个环境 我换一个环境 好奇怪呢 逃避这个环境哦 换另外那个环境哦 结果如何 一样呢 怎么会这个样子 一样 一样是苦 为什么 因为呢 根本的问题 根本那个解没有打开 根本的问题呢 没有化解 所以即使呢 我逃避了现实 那个苦 好奇怪 怎么也是跟着我呢 我就不要 我就不要 没有办法不要 就是会跟着 哦 所以呢 古惑之飞 非治疗苦苦难耶 不是我们自己呢 去来把他 这个呢 内生外往 来把他了解的这个苦呢 真正的了消苦的 这个根本办法 不是这样做的 是用逃避的 没有用 哦 这个苦 他也是离不远的 再来 本性论来有高低 为何根基又生前 说本性呢 说来是没有高低啊 本来圣人也好 凡人也好 心佛也好 佛祖也好 聪明的人也好 好像看起来 不聪明的人 通通是一样的 我们的本性呢 没有所谓的高低 那既然本性 没有所谓的高低 那为什么根基会生前呢 那是因为我们一辈子 两辈子 三辈子呢 所培养起来的 在某个辈子当中 哇 我们有行善 在某个辈子当中呢 我们曾经听过 某一尊佛的 哦 这个呢 开示 在某一个辈子当中呢 我们曾经呢 很认真的来呢 学习 来学习 来修行 那些都是根基 那些叫做基础 所以说 明明本性是没有高低啦 那为什么会根基会有生前 原因是这个样子来的 是每个辈子每个辈子累积来的哦 再来 命中注定顺与逆 必与累是有关联 说我们的命中注定有顺跟有逆哦 这个顺逆 我们来复习 我们然后 所以说每一个 有的人生命当中很顺耶 他好奇怪 他也不是很特殊的一个人才 可是人家他就很顺 其实呢 不一定 不一定很有钱的人 才叫做顺哦 有的人他是 就是说 不穷啦 不穷啦 可以过 可是他没有很多超凡的事情 就这样就这样就可以过了 这个也是一种顺 哎 啊逆呢 有的人是很辛苦啦 很辛苦的辛苦 那个还没话说 那个很明显 我们就知道是逆嘛 可是有的人他是环境不错 条件不错 可是就超凡的事情很多 明明处在高温 哦 可是呢 烦恼的事情 超凡的事情就非常的多 明明目标是这个样子 可是就是 很容易有 就是 那个逆的事情 非常的多 说每一个人不一样 果慈悲 说哎呀 这个命中注定的顺跟逆呢 不要怨叹 跟我们的累事呢 有关系 我们累事 如果是比较乖 这辈子会比较顺 每 哦 那个呢 上辈子如果呢 自己就很腻了 自己就很腻了 不好意思哦 那呢 因为上辈子就喜欢做腻的事情啊 腻的想法 腻的观念啊 不好意思哦 那呢 因为上辈子我们自己喜欢的嘛 所以这辈子腻的事情就会比较多 这个样子哦 所以呢 这个跟累事呢 是有关联的哦 谷儿慈悲 再来 心真一切皆为真 心若为善呢 公整员 说 心假使是真的 那一切都是真的 谷儿慈悲 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真心的 那往外出去呢 一切呢 我们呢 一切都是真心的 那假使呢 心若为善 假使说 我们心是 我们的善良是假的 这个虚伪的是假的 假使我们的善良是假的的话 那这个功与德 怎么如何圆满呢 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来圆满哦 真忏 实善 付出 否 发善 是否 失劳 愿人缓 说呢 愿人缓 说呢 实忏 要实际的忏悔 然后付出 说真实的忏悔 然后付出 或发善 就是说 我有付出哦 可是我什么叫发善 发善就是说 我是有行善没有错 我有行功了愿没有错 可是我的心中都想着 我功德很多 我了愿很多 我行功很多 心中就是这样设定 这叫做发善 就是我的善 很怕人家不知道 就很喜欢把它先养出来 这个样子 这叫做发善 怕人家不知道 我有行善 这个样子哦 那呢 如果呢 我们一直呢 希望人家知道 我们的行善呢 那这个就变成什么呢 哦 广告费哦 一直把它养出来 就等于是 人家大家也知道 哇 这个呢 某某大善人啊 这样子啊 哦 那呢 这个就等于怎样 等于是广告费哦 那我们的这个功德啊 这个福报啊 就已经广告费把它用掉了啊 用掉了啊 哇 那回收的就没有办法 哎 像这个 说实际行了多少善 那回收多少 本来不是没有 是有的 是因为呢 哎 广告费把它用掉啊 广告费要付费的啊 对不对 哎 就付掉了 付掉了 哦 所以这法善 就是说 很喜欢人家知道呢 知道我是善人 我行很多善 这个就法善这样子 那是否施老怨人缓 施老说 那我们是不是也希望 是不是呢 施老就是当我们有行善的时候 有服务别人的时候 那呢 有行功德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人家回报呢 是不是也这个样子呢 哦 就是说哦 不要有法善哦 那也不要有这个呢 哎 就是哦 施恩了 万报 我们有恩惠给人家 就哦 希望人家回报 这个 就是这个 就这句话 就是这个意思哦 那呢 再来 哦 那相对的古佛的意思 就是叫我们呢 我们施恩 就不要万报的意思 好 那我们有行善 就不要去哦 不要发善 不要炫养的意思 再来 当会其过转其念 任老任怨奉献 一点宽说 我们应该悔其过 什么叫做唱悔 唱就是唱过去的罪迁 唱过去的错误 然后呢 悔未来不再犯 好 悔就是以后不要再犯 不要犯同样的过错 以后不要再犯错 这个就是悔 所以这个叫唱悔 一个是唱过去 一个是悔未来哦 我说 当悔其过转其念 我们应该要悔其过 不要再做了同样的过错了 我知道我错了 不要再犯错 这样子哦 所以转其念 念头要转念 转念 既然知道那个是不对的 不要做也不要想哦 要任老任怨 所以说我有行善 不要一直宣扬 那有施恩呢 也不要忘报哦 这个念头要转变转变哦 说任老任怨 就是说呢 接受辛苦 接受埋怨 奉献欢 我们付出比别人多的话 苦而慈悲 所以要很高兴 很高兴哦 奉献就是说 能够行功了愿 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要很高兴 那呢 任老任怨 就是说 可能做得比别人多哦 或者是 有时候呢 明明呢 做很多 可是好像 受到的这个埋怨呢 也不少 这种情况下 可能心中就会很容易不平衡 那果子杯 叫我们说呢 任老任老 就是你既然有办法接受劳苦了 那也接受 也接受呢 这个责备吧 好的这个意思说 能者多老啦 所以要很高兴 很高兴我们能够多付出 很高兴呢 我们能够呢 多多做事 再来 如有不公 天必行 善有善报 礼不谦 所以假使有不公平的地方呢 你放心 人会不公平的 上天呢 不会不公平 所以 人假使呢 对我们有不公平的地方呢 果子杯 所以上天一定会帮我们平衡的 平衡哦 说善一定有善报的 这个道理不会改变的哦 所以不用烦恼 也不用care说 嗯 怎么会这个样子 怎么哦 我得到了不公平 不公平 果子杯 叫我们不用去想不公平 不公平呢 可能我们自己来衡量 还不是最标准的 放心 上天的那个呢 天平衬啊 天上天的这个天平衬呢 非常的准 绝不会让 绝不会让我们呢 吃亏一点点的 即使我们愿意吃亏 上天也会舍不得 自然我们这边吃亏了 上天也会来帮我们呢 哎 福报加下去了 所以放心 果子杯 说善有善报 这个道理永远不会改变的哦 再来 知过能改闻过喜 心口如衣无敷衍哦 说知过能改 我们知道我们有过错 我们要改 我们就要改变哦 然后闻过则喜哦 听到别人说我们有过错的时候 果子杯叫我们要很高兴 当然啦 我们是人耶 我们是人耶 如果听到人家指责我们的错误的时候 其实心里是不舒服的 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们大家很喜欢听到这个赞赏的 赞赏的言语啊 不管呢年纪多大 通通是一样的哦 可是 可是我们要学习哦 虽然说我们很喜欢听了赞赏的话没有错 可是我们也要学习听别人指点我们 不足不理想不OK 甚至呢不好的地方的行为的言语 要这个样子哦 所以呢 知过能改 闻过则喜 说 心口如一 希望 叫我们呢 心口能够如一 心中想的 跟嘴巴讲的 要一样 无敷衍 没有随便应付 就是说 不要表面的说 好好好感谢你指点我 可是呢 心中不高兴 不要这个样子 心中难过是正常 是正常 可是这个难过是可以的 为什么 这个难过我们还会改 虽然难过可是我们会改 可是如果表面上说 感谢你的这个提醒 那心中不高兴 甚至呢 心中记恨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人也很容易说 当呢 别人呢 跟我们讲我们的缺点的时候 我们却在这个时候 讲别人的缺点 就是说 你也是怎样 怎样 这样子就失去了 失去了 他提醒我们的 这个用心了 我们要提醒他的缺点 什么时间也可以讲 也不一定要 人家来提醒我们的缺点的时候 我们才在这个时候 来用这个呢 反弹的方式 来讲出来 这个意思完全不一样 如果在平常的时间点 我们提出来 是我们的好意 如果这个时间点才提出来 表示我们是在反弹 不一样的 古和慈悲 希望我们心口如意 就是说 我们表面接受 那我们心中 虽然可能会有一点点酸 有一点点难过的话 可是也是非常的感恩 再来 言必信实 表中肯 失言欲得美欲难 说 言必信实 说我们讲的话 要信实 要信用 然后有实在 而且中肯 很实在的 很诚恳的 说失言 就是我们失言 随便讲 失言的话 想要得到美丽的名誉 好的名誉 就很困难 就很难 所以叫我们 叫 要信实 要中肯 再来 如改初心为谨慎 持身 存稳 必 平显 说 假使我们能够改掉 我们的初心大意 然后改为谨慎 让我们自己能够持身 沉稳 能够 我们能够保持非常的沉稳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能够很平安 把这个危险改成平安 因为我们的假使初心的话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话 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甚至危险 甚至危险 不是故意的就没事 不是故意的有时候是更大 释迦牟尼佛就举例了 这个 一块铁 我知道它很烫 我要拿它 我会想办法 拿其他的 借着其他的工具 来拿它 那不会烫到手 我不知道它很烫 那我就很大意的 就把它抓下去了 等一下可能是呢 二级三级的这个烫伤了 是这个样子了喔 所以不是呢 不是故意的就没事 有时候不是故意的事情更大 伤害更大 所以古佛慈悲 叫我们呢 把初心的大意把它改了 把它改变了 成为了谨言慎行 让我们自己呢 哇 能够呢很沉稳 那我们就能够呢 平除掉呢 危险的事情 危险事情呢 就能够 转为了平安 再来 治了诸多之危难 更可依循规律前 那如果能够这个样子的话呢 自然就能够了除 很多很多的危险 跟难停 跟灾难 而且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依照这样子依循 我们也可以依照这个规律 谨慎 谨慎 谨慎慎的这个规律呢 来前进 再来 冤冤积来呢 因二口 洋人之短做笑颜喔 古佛慈悲 再跟我们讲的小细节一点喔 所以呢 要初心大意呢 要把它改掉 然后呢 嘴巴的二 嘴巴这个二口 讲不好的话呢 这个也要改掉喔 所以有时候很多的冤冤积来 很多的冤迁呢 累积而来是因为什么 二口 讲不好的话 说人家不好 这个样子的 这个就是二口啊 洋人之短 说人家的短处 把它当做呢 是开玩笑 殊不知 这个都已经在噪音过了 殊不知 这个都是在伤害了喔 所以古佛慈悲 叫我们呢 这个嘴巴要小心 嘴巴是会造罪的呢 我们看这个口四个角 四个角 所以呢 口有四二喔 就是呢 二口啦 两舌啦 其余啦 喔 这些呢 都是呢 嘴巴 都是这个口容易造的喔 就是说 讲不好的话啦 或者是呢 两舌啦 东家南 李家女啦 讲这些 就是呢 东家长西家短将讲的这些不好的话 甚至呢 当面呢 哇就 指 当面的就是 讲重话 指责的这个重话 喔 叫我们要改 要改 要不然呢 这些都是会累积淹欠的 因为 有时候 不小心 这个刀子割到了 他比较快好喔 比较快好喔 比较快好喔 尤其现在喔 医学就 更进步了 他比较快好 如果是言语伤到心 那有可能是一辈子呢 一辈子喔 你看喔 如果我们呢 不高 不高 就是会伤到心的那个话 有时候经过几十年都还记住 我们没听吗 我们看 有时候有一些 人就说 他小的时候妈妈说他怎样 他小的时候呢 爸爸骂他 他小的时候呢 哥哥姐姐呢 骂他 他已经几岁了还记住喔 然后呢 哇 上年纪的就说 他年轻的时候呢 哇 这个公婆呢 骂他 念他 他记起来 哇 这个职场上呢 上司呢 怪他 古早古早的事情 不管啦 不管这个事 就是 来自于是 来自于家庭 来自于职场上 来自于这个呢 这个 交往上 这个言语的伤害 是呢 可以放很久的 这个伤 有时候这种伤 很难抹平呢 这个样子呢 所以才会有这一句话 两言一句呢 三冬暖 好的话呢 一句呢 虽然在呢 这个呢 冬天 冬天呢 天起来 哇 好温暖喔 那呢 假使二言呢 二言一句呢 怎么样 二言的伤忍 是六月寒呢 六月是比较热的 比较热的天气啊 可是听到那伤忍 伤害人心的话呢 好 虽然是在很 炎热的天气 可是心中 很冷很冷 喔 为什么 所以说 言语的伤害 这个伤呢 不好抹平 所以古老慈悲 教我们喔 冤冤积来 因二口 这个喔 口嘴巴不好的话呢 会是会积来的 这个冤欠的 而且积来 这个仇恨的喔 所以要怎么办才好呢 说 积罪呢 累愿呢 无名争 灭了心性的智慧眼喔 说 假使我们继续这样子的话呢 不仅言慎行啦 啊这个呢 嘴巴不熟 不熟好 行为不熟好的话 是会累积 或累积罪过 而且会累愿喔 会积罪过 累愿人家怨恨喔 会很久很久喔 而且无名争 让自己也会争了这个无名 让我们自己争无名 因为我们都不说好话 我们现在想看 我们讲不好的话 给别人听的时候 第一个听到的人是谁 是我们自己 是我们自己 那我们这个人 常常都听那个喔 不好的话 不好的话 一直听 一直听 那我们这个人 最后结果如何 都是无名 无名就是不清楚嘛 迷媚 就是不清楚 就是迷媚嘛 暗淡嘛 暗淡无 暗淡不明嘛 就是迷媚嘛 所以呢 就媚了心性了 所以就把这个妙之灰 就把它遮掉了 就把它掩盖掉了喔 哇 问题这么大喔 来喔 无故生烦 楚偏激 难以激将 是非选 说 无缘无故啦 就生烦 也没什么事情 你怎么那么烦躁 听了很多不好的言 自己讲很多不好的言语 所以导致自己呢 有无名啦 心性 没有心性 掩盖了智慧 所以就很容易生烦 很容易烦躁 而且会偏激 就没有办法综合 说这样子就没有办法把是非呢 要做决定的时候 要做决定选择对错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来选择喔 哇 多可惜啊 再来 吃狂胡作更招牵 整腹清净日日安 说这样子就会导致我们 我们怎么样 吃没吃狂妄 胡乱作 然后又招来更多更多的牵 就是麻烦 麻烦跟困难 跟了一些烦恼就跑出来了 所以这样子就要怎么来恢复我们的清静 如何让自己每天每天都能够很安定呢 哇 多辛苦啊 再来 无名之火且平息自爱当以修身先 所以呢 无名之火 要平息下来喔 说 古佛慈悲啦 他舍不得我们过这种呢 过这种不安定的生活 所以他教我们 把这个无名之火平息下来 我们要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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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们要修身 要修身 要自爱喔 再来 妄念除雀做心明 行履义路见公端 所以把这个妄念 就是呢 不实在的念头 不好的念头 就是妄念 把它消除 然后做心明 改变 改变一个新的我 行履义路来走呢 仁义的道路 来走呢 这个道义的路 然后见公端 再来 六贼各场爱物欲 迷了心窍足欲滩 说呢 六贼就是呢 言耳鼻舌生意 我们的这喔 这些 为什么叫做六贼呢 因为他会引导我们 他本来是要帮助我们做好的 帮助我们的 可是有时候不小心 不小心 眼睛看出去 耳朵听 这样子 这些这些 哇 所以呢 这个言耳鼻舌生意呢 就 哇 变成呢 他本来是要做好 帮助我们的 结果不小心 哇 变成引导我们的 看不OK 听不OK 所以才称为六贼喔 所以这些有藏了 爱啦 悟啦 慾啦 就让我们 迷了心窍喔 然后追逐 贪心 欲望喔 说 再来 根基本来非凡属 抵霞当过敬心田 顾佛慈悲喔 舍不得喔 舍不得喔 舍不得我们 因为六贼 常爱乌郁啦 所以让我们 迷了心窍 他舍不得喔 他慈悲我们说 我们的根基本来是很好的喔 非凡属 我们每一位根基本来都是很好的 那现在怎么办才好呢 要 抵霞当过 霞就是霞吃 我们的缺点 过呢 污点呢 就把它洗一洗 把它洗一洗喔 用道理 东西的肮脏是用水洗 那 东西的肮脏用水洗 那呢 这个呢 心理的这个呢 不干净呢 就是用道理 用圣音法语呢 来洗喔 这个就是底下当过 用道理来洗这些喔 不ok的喔 这些念头 静心田 让我们的心呢 能够干净 清净 再来 清流化世众臂下 云形与思互平连 喔 保持一股的清流 用清流来呢 感化这个人世间的话呢 大众会效法喔 所以我们就很多的老师跟这个同修家人啊 很明显 我因为一个人改变了 因为他改变了 我自己改变了 进步了 修得好了 无形中呢 感召他们周遭的家庭环境也改变了 这个就是清流化世 放心 我们一个人有改的话 别人也会改 我们有好的话 人家别人也会跟 这个是很自然的喔 我只会叫我们要有信心喔 说云形与思 能够呢 广施恩责 然后互平连 对了 平责啦 我们要特别 特别的这个呢 就是说 就是有人呢 遇到临死的困难 或者是心中的困难 我们就要呢 帮忙 引导 再来 行乐即使善广力 光中药主呢 后生显说 行乐即使喔 这个乐 这个快 这个乐不是说 我去玩乐这个乐喔 这个乐是我行善的乐 我行善的乐喔 所以要即使 即使来行善 等于说我行乐即使 意思一样喔 所以我啊 这个呢 善良的事情呢 广作喔 这样子的话呢 能够光中药主喔 光喔 对 光药我们的祖先 那对我们的后辈呢 后生贤 哇 这个呢 后辈也能够非常的优秀 非常的显笑 再来 道在生活 在手里 定 敬 安 律 道 治 犬 说 把道呢 放在生活当中 守住我们的这个道理 所以呢 这个呢 定 敬 定而后能敬 敬而后能安 敬而后能律 喔 这样子喔 所以呢 就能够怎么样 道治全 道自然而然的 这个道理 我们就能够全 我们就能够来了解 就能够有好的心得喔 再来 立功立德后立言 言出人性金献迁 说立功立德 立言 这个就是三不朽 三不朽 所有的东西 有形物呢 都会改变 就是这个好的言语 好的德气 好的功劳呢 能够流传在人世间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呢 能够有三不朽的话呢 我们讲出来的话 人家就能够相信 所以我们要牵引着 牵引着这个金献很重要喔 跟着我们的前辈 引保持一起来前进 再来 德在好生戒杀道 慈悲护善大我展 道德从哪里来 从好生来 从戒杀戒道来喔 所以说 不要杀 不但不杀 我们可以不要吃 也可以不要吃 那呢 就是说能够学习 能够学习 我而吃清淡 再来 能够发持慈悲的心 爱护众生 展现出我们的大我 再来 把握当下 鸡当手 俗事看淡 或字简 说把握当下 有这个这么好的时机 可以修到的好时机 我们要锁住喔 把凡事呢 看淡一点 苦和慈悲 说这样子就能够灾祸 灾祸 这种就能够减少 再来 家有难经 因我失 如肯宽量和纠缠 说 为什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施的地方 说呢 假使呢 把这个施呢 减少减少 放下一些的话 我们啃 只要我们啃 这个宽宏大量的话 苦和慈悲 就没有这些难读的经 纠缠就少 难读的经就会少喔 再来呢 归回赤子 心放下 烦恼看尽 说 把归回赤子的心 这个就是 把那种很纯真的心呢 归回 然后把烦恼的心把它放下来 把这个烦恼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把它放下来 苦和慈悲 就能够呢 献连坛 就是能够呢 就喔 这个呢 莲花邦呢 就显现了喔 所以把他这个心放下 曾经有一个员外呢 哇 他钱很多 可是他生活很忙碌 也很超烦 那呢 可是他都听到隔壁了 那个卖菜的阿易呢 哇 人家白天辛苦做了 可是帮忙回来呢 哇 洗个澡呢 换个衣服呢 哇 人家傍晚还可以纳凉 而且呢 还可以拉琴 还可以唱歌 哇 这个生活呢 好惬意喔 这样子 他就感叹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 我那么有钱 他那么没有钱 可是我参访很多 他生活那么的愉悦 这个夫人呢 说很简单啊 我呢 很快能够让他呢 不会唱歌 不会拉琴 他不是害他 他怎样做 拿了一些的钱呢 去找他们 阿易的夫妇说 看你们很辛苦啦 来来来 我这个呢 给你们做本 给你们做本 那呢 不用利息 有赚了财帆 这个钱有赚财帆 就好了 这样子 哇 感恩感恩 结果呢 夫人呢回去了 那阿易的这个夫妇呢 哇 烦恼了 这么多钱不小 放哪里 不知道放哪里 所以呢 连续三天了 三个人都很超烦 算了 算了 我们还是过我们原本的生活吧 把钱呢 拿回还 还给了这个原位夫人了 第四天 一样过我们本来的生活 我们就白天卖菜 下午就 这个人就自己自我娱乐 拉琴唱歌 过他原本的生活 所以苦而慈悲 不用烦恼那么多 把烦恼放下 把我们的赤子之心的 把他拉回来 哈哈 苦而慈悲 这个圣讯当中 有贯点 就是这样子 来 我们一起拜读 来 各自信中 尊唱悔 再来 有过必改 了冤罪 再来 无痴无妄 六根青 再来 行道利得 把家归 就是这四句 这四句说 各自信中 真唱悔 有过必改 了冤罪 无痴无妄 六根青 行道利得 把家归 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中 各自往我们的信中 来唱悔 真唱悔 有过要改 有过要改 那样子才能够 了我们的冤罪 那我们有吃旺的话 那就能够让我们的六根清静 那我们就能够行道 就能够利得 把家归 讲到唱悔 我们来复习 我们来复习 一个佛典 佛典的这个故事 在这个《雜宝藏经》里面 这个就提到 提到一个典故 就是波斯尼王 释迦牟尼佛时代 有一个国王叫做波斯尼王 这个波斯尼王 对释迦牟尼佛 也非常的尊敬 那波斯尼王 他有王子 太子 也有公主 就是有儿子 也有女儿 有的公主是很漂亮的 可是 其中有一个公主 就是有一个女儿 长出来就很不好看 这个佛经里面怎么形容他 他怎么都不好看 所以叫做十八丑 他的名字叫做南提 他的长相有十八丑 十八种的不好看 所以就是很不好看就对了 所以他的外表看起来 他的皮肤看起来好像鱼的皮 好像鱼的皮这样子 他的头发好像马尾 如果女生是不是 乌黑柔软的这个亮丽的美髮 对不对 不是 他的头发好像马尾 就是很粗而且很刚 这个样子 就是很多很多的不好看 这个佛经说十八丑 十八种不好看这样子 那国王怎么办才好 所以当他居住在深宫 都没有让他外出 从来没有让他跟外界来接触 虽然没有外出没有接触 可是我会长大 所以这个年龄长大了 应该谈及婚嫁了 怎么办才好 所以他想一想 就找那个新富的大臣 你去城中帮我找一下 去帮我找那个 我们家道中弱的这种的 就是说以前是长者的孩子 可是因为家道中弱了 变贫穷的 你帮我找一个来 这样子 那真的找一个来了 找来以后 这个佛顺利王就跟他说 我有一个女儿 奇丑无比 嫁给你好吗 他说 国王你如果一只狗给我 我也接受 何况是国王你的女儿呢 我当然接受 好 嫁给你 特地帮他们 也建造一个城堡 就是给他们住 然后跟他交代 跟妇马交代 你可以出去交际应酬 做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你不可以带公主出门 他都听话了 好 那有时候常常会有这个 交际应酬 会有聚会这样子 一次 两次 三次都没有带公主出门 大家也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久了以后 大家就是怎么哪有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互相讲说 好 下次来了 每个人都要带夫人来 下次还是没有 那下次一定要带 不带 要划 没有带来 没有带出来要划 真的 划了就划了 然后一次 两次 三次都这个样子 那有一天 护马又要出门了 然后她就 就是面有蓝色 在那边很为难 那公主呢 看到了 哇 丈夫呢 公主很体贴 什么事情 她就说多多多 这样子 哇 那时间到了 她只好又出去 哇 这个呢 参加这个聚会了 公主在家里 心里很难过 我过去 到底做错了 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到底有什么最过错 今天长得这么奇丑无比 然后呢 让丈夫呢 这么的为难 这么的为难 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啊 这个释迦摩尼佛啊 如你已经生长在 你在人世间 大家都可以听你讲道理 我却不能够 因为你长得太丑了 不能够去听你讲道理 这样子 你可以讲道理给我听吗 这样子 他心中就是 哇 自己很忏悔很忏悔这样子 释迦摩尼佛听到了 释迦摩尼佛真的来他家 可是释迦摩尼佛来他家 不是呢 扩扩扩 请开门 不是 从哪里出现 从地板上 就在他的前面 地板上 就浮上来 他看到释迦摩尼佛浮上来 他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感恩 哇 这个佛呢 佛陀呢 释尊呢 听到我心中的声音 听到我忏悔的声音了 听到我求救的声音了 这样子说 哇 感谢 感恩 非常的感恩 所以呢 他 释迦摩尼佛一直扶上来 一直扶上来 然后他一直看 一直看 因为他忏悔在前 所以呢 又非常的喜悦 又非常的感恩 所以一直变 一直变 从头 从他的头一直变 一直变 头发变成了 这个无非亮丽的 这个柔美的这个美髮 那皮肤呢 就变成了 哇 美白的肌肤 变得很好看的这样子 哇 哇 那那一天 那一天呢 大家呢就商量了 说 你看 我们的父母 又没有带公主出来 我们公主呢 不是呢 美的不让人家看 就是丑的不可以看 好 把她灌醉 灌醉以后呢 从她的腰间呢 帮她呢 哇 把她呢 偷偷拿了锁石呢 哇 去她家呢 开门呢 开门一看 哇 看到 他们的公主 这么的美丽 哇 难怪 人家等人家这么漂亮 美肉天生 人家当然不让人家看了 赶快 门赶快把她锁起来 赶快 哇 跑回去 这个锁石再把她细回去 这样子 哇 醒来了 父母醒来了 哇 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回家了 回家门一打开的时候 然后呢 哇 怎么一个美丽的仙女在我家 她就说 何方来的神圣仙女 你到我家有什么事吗 然后呢 公主就说 我是赖体 她说 我又是没 我又不是没看过我的妻子 对不对 真的 真的 我真的是赖体 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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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哇 很高兴 所以呢 就可以面见国王 面见国王呢 我就带去呢 看是 问释迦摩尼佛 到底是什么姻缘 能够生到底是怎么有这个过程 释迦摩尼佛就说了 因为过去世当中 哇 这个呢 公主呢是一位女孩子 那呢 她家呢 都有供养一位修行人 匹兹佛 修行人 那都是呢 由这个女孩子呢 拿东西 食物给她 可是因为这个女孩子都笑那个修行人 头发好像马尾 这个皮肤好像鱼皮啦 什么什么什么 她笑人家的通通她自己呢 都呢 照单全收 所以才会有十八丑 就是这个样子来的啊 那呢 她因为呢 懺悔 因为懺悔 又看到释迦摩尼佛 所以她就 又呢 因为懺悔 所以有机会见到释迦摩尼佛 因为有欢喜心喜悦了 所以她的身体变美好了 我们看喔 孤佛慈悲 叫我们要懺悔 真心 我们各自都往各自来懺悔喔 所以呢 喔 这个懺悔是非常的重要 懺悔我们就能够六根清静 而且能够行道立得把家归喔 那孤佛慈悲说 这个殉忠的妙异就是前面这两句 懺悔的这两句 我们要体悟喔 那由低而高 进阶水我们往前进 参加这个班 然后继续 下个礼拜继续 然后我们也参加进阶班 继续往上往前喔 所以我会学日益且精静 只要肯学 一定有它的好处在的 所以孤佛慈悲 叫我们要精静 而且要懺悔先边 就赶快 赶快出发吧 赶快前进吧 这个就是懺悔先边 自然而然能够大有为喔 古佛肯定我们得喔 说非常的感恩 古佛慈悲 他说 金氏玉 他就不下表了喔 慈母收姬 成年悔喔 哈哈退喔 我们非常的感谢古佛慈悲 指点我们 而且呢 重点叫我们要懂得懺悔 懂得懺悔喔 记住 我们再把这两句拜读一次来 各自信中 信中真唱悔 有过必改了冤罪 无痴无妄 六根青 行道利得把家归喔 感谢古佛慈悲喔 今天时间冲出夹雪不恰当的地方 求朗姆开恩 鲜火慈悲是最容宽 古佛慈悲是最容宽 那最后求鲜火慈悲 古佛慈悲 保佑我们各位亲爱的家人 和家平安 健康快乐到红展 谢谢